步伐分为前场步伐、中场步伐和后场步伐 所有的步伐都是由启动、移动、回动三部分组成 首先我来说一下什么是启动步 对手继球前我们并不知道球会飞向哪里 当对手继球以后我们又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因此必须要有一步可以把身体快速推向来球 这一步就是启动步 启动步怎么做呢 在我们第一节课中学到的中场准备姿势 和站位的基础上 双脚原地小跳就会形成一个向下的力 之后会形成反弹力 注意跳的幅度不宜过大 离开地面一点即可 我们双脚小跳出地时 对手刚刚把球打出来 我们就能及时地判断移动步伐 蹬转方向 快速移动 建议初学者把动作明显完整地做出来 当然熟练以后 我们可以尝试更快的启动步 把向上跳改为向下跳 这样双脚没有离开地面腾空的时间 就加快了启动时间 前场正手区步伐 前场正手区步伐 分为主动步伐和被动步伐 它们的区别在于重心和继球点的不同 主动步伐一般为高手位 被动步伐为低手位 我们先讲主动的上往高手位步伐 正手区上往步伐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用前招插步 跑步时上往 启动 出左脚 右腿跨步上往 注意 右腿跨步时 脚跟先出地 脚尖外展 避免脚尖内扣受伤 完成击球以后 立刻向中心位置回动 第二种步伐为垫步 这种步伐速率快 距离短 启动后 左脚迅速向右脚并拢 左脚落地后 蹬地 右腿跨步 击球后 用同样的方式 回动至中心位置 下面我来讲一下低手位的被动步伐 动作和上面讲的第一种高手位步伐 基本一致 区别在于第三步 跨右腿时 注意降低我们的重心 我们肌球时 手腕低于膝关节 右腿称地 左腿自然回收 左手伸开 保持身体的平衡 左腿回收非常重要 一是缓解向前的冲力 二是为回位做准备 然后回位 前场反手去步伐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敲扎步步伐 启动 左腿向左前方迈一小步 右腿跨步 蹬球后回动 启动后出左腿 同学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 所以需要多加练习 第二种是 当我们预判到对手来球位置后 在启动的同时 转动身体 垫步上网 在同学们还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时 建议直接用第一种基本的步伐上网 低手位步伐动作和交叉步步伐一致 区别同样是在最后一步时 重心和机球点降低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讲解中场的接沙球步伐 正所谓接沙球步伐分为两种 一种是球在边线 离我们的身体较远的球 我们用垫步步伐 启动以后 左脚迅速向右脚并拢 左脚落地后蹬地 右腿跨步 击球时 我们脚下呈钉子步 重心降低 减小接沙球的难度 第二种是在我们身边的球 启动后 直接左腿蹬 右腿胯步 然后回动 反手接沙步伐 反手接沙步伐 同理 只是方向与正手接沙不同 击打离身体较近的球时 启动 右腿蹬 左腿胯 回动 第二种 在边线远身位的球 启动以后 我们左脚向外侧垫一小步 然后转体跨右腿 回动 接下来我们讲解中场区的两侧突击步伐 正手区中场突击步伐 也分为近身球和远身球两种 进身球 我们在启动后 直接双腿起跳击球 进行拦截即可 当球较远时 我们启动以后 需要增加一个并步移动 然后双腿起跳击球 这两种步伐 起跳落地以后 身体重心都应该放在右腿上 最后快速调整中心回动 投影区中场突击步伐 基本和我们的正手区相同 进身球 我们启动以后 直接双脚起跳击球 进行拦截 当球较远时 我们同样在启动后 增加一个并步移动 然后双腿起跳击球 头顶突击步伐 在起跳落地后 我们的身体重心应该在左腿上 随后快速调整中心回动 同学们 我们先来学习 揭发高远球的后退步法 揭发高远球时 我们可以采用后交叉后退步法 根据球的距离 和我们后退步伐的大小 来决定退几步 注意最后一步 一定是右脚支撑 做出准备击球的动作 正手区后场步伐 是我们从中场准备姿势 向身体的右后侧区域移动的步伐 正手区后场移动步伐 灵活多变 需要根据球的远近距离 高低弧度以及角度 我们来选择移动的方式 我在这里给同学们讲解两种 第一种并步侧跳击球步法 启动 右腿向右后方快速转体侧身 并步移动 最后双脚向后侧方起跳 击球以后回动 第二种是交叉后退击球步伐 先启动 启动后我们移动三步 先是右腿向右后方快速转体侧身 然后左脚后交叉 向右后方移动 之后右脚落地支撑 形成击球前 架拍站位和姿势 蹬转交换腿起跳击球 回动 头顶区后场步伐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启动时 我们可以向后偷半步 有意识地向后小跳 然后右脚前脚掌内侧发力蹬地 向后侧方抬起 同时左脚向后侧方垫步转体 垫步的距离根据来球远近进行调整 注意 左脚垫步时 需要在腾空瞬间调整脚尖的方向 立于转体侧身 右腿支撑后 蹬转交换腿击球 回动 第二种是启动以后 右脚蹬地向后侧方侧身转体 双脚向头顶侧后方并步移动 然后蹬转交换腿击球 回动 接下来我们讲解反手后场后退步法 反手后场击球属于被动击球 适当来球球速较快 我们来不及用头顶的后场步法时 才采用的一种步法 不建议大家经常使用 在移动过程中 握拍要从正手握拍法 调整到第一章讲解的反手后场握拍法 从中场准备姿势开始 启动 左脚向左后方迈步移动 随后 转体背对球网 右腿跨步支撑击球 回动 同学们要注意 回动时 右腿要先蹬转至面对球网 还有一种后撤踮步步法 启动后 右脚向左脚位置靠拢踮踮步 右脚撑地后 左腿外旋向后侧方移动 落地后 完成转体 右腿跨步支撑击球 回动 同样是 右腿先蹬转至面对球网 向左脚 PO 正硬货图